被儿科医师认为是最棘手 儿童疾病之一的川崎病 由于发病成因不明 加上有些病童发病症状非典型 在第一时间很难判断 三种小儿心脏专科组织医师 学院副提醒家长 如果有持续发烧不退超过五天 同时有四项外观症状 就一定要提高警觉 紧速送医 就是假如当间小朋友的发烧 没办法用一般常见的原因 来解释的时候 然后又超过四到五天的话 以及身上皮肤出现疹子 眼睛嘴巴有发红的情形 这时候就要高度怀疑 是不是一个川崎症的个案 学院副并以三种 最近收治了一名一岁女童为例 她罹患的是顽固型川崎病 在入院治疗用药后一度症状改善 出院后却再度出现发烧呕吐等症状 结果经心脏超音波发现 已经出现冠状动脉扩大等心脏并发症 经过视线用药病情才获得控制 在门诊的时候我们发现到说小朋友最主要是 他仍然有一些体温微烧 以及最主要是他的心脏已经有受到影响 所以这是第一个时间 第二个时间点重要的是 在住院期间我们会看到 小朋友在经过特殊治疗之后 有退烧 抽血也看到指数有进步 可是他过几天之后又会再烧起来 所以也暗示我们说顽固性传奇病 可能不能单从体温以及抽血指数的进步 来判断他获得控制 能需要进一步的心脏超音波来辅助评估 病同是不是心脏已经稳定了 因此薛安夫提醒家长 罹患传奇病的小朋友 在用药后症状改善仍然不能轻忽 至少要观察24到36小时 并到门诊持续评估追踪 尤其是顽固性传奇病更需要小心因应 有时候家长会因为小朋友 在治疗之后退烧 然后就会觉得 那是不是可以回家休息了 那其实我们那时候都会建议家属 一定要让小朋友观察 至少24到36小时 这样才比较能够确认 第一关可以过关 然后再来就是后续的门诊追踪 非常的重要 因为我们刚刚提到心脏超音波 可以提供一些进一步的讯息 但是这个检查不见得是那么方便 可以执行的 所以后续回到门诊 一定是很重要的 回到门诊 我们评估小朋友的状况 以及透过心脏超音波 检查的心脏 是不是有进一步的变化 这些都可以给我们很重要的讯息 小朋友是不是 有可能是顽固性传奇症的个案 至于要如何预防小朋友感染传奇病 薛安夫强调 因为这项疾病发生原因的不明确 除了避免小朋友频繁出入公众场所外 如果家族成员中 曾经罹患过传奇病 更要特别注意 就是建议家长 当然可以的话 非必要的不要出入一些公众场所 另外假如说 家人之间有发生过传奇病的话 那因为跟这个基因可能有一些关系 所以我们也会建议 当小朋友出现有持续发烧的情况 又有这针家族史的时候 家族就可以特别提高警觉 来评估小朋友是不是有可能是 传奇病的个案 薛安夫表示传奇病 好发于五岁以下的幼童 由于有时候并发症状 不一定同时出现 因此唯有在临床诊治中及时确认 才能协助医师对症下药 避免引发更严重的心脏并发症 记者张琪腾台北报道